这是一个我新买的美诺G7-960洗碗机 这个型号呢我买的是德国代购的 因为国内目前来说最新款的行货只有G6993 那我买的现在是目前最新的一个型号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G7系列最大的改进就是说它多了一个 autodoss这个系统 然后里面这个叫PowerDisk 就是说你们如果有美诺洗衣机的话 你们可能知道那个TwinDos系统 就是每次你洗衣服的时候按一下 它自己就会根据你里面衣服的脏污情况 和你的衣服的量会自动给你加洗衣剂 那么这个一样道理就是说 它会根据你里面的脏污程度和那个碗筷的量 自动会给你去按照情况来添加 那么它这个你如果使用这个的话 你是不需要加软化盐和量叠剂的 因为它就是里面已经包括了软化和量叠功能 所以我这都不需要 好那么今天做了个蛋糕 然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洗碗机 因为我们很多国内的用户可能觉得洗碗机洗碗洗不干净 当然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说怎么样都不可能买洗碗机的 但现在是真香了 看一下啊 这个倒是挺干净的 这个是之前 电饭宝 小米电饭宝的 里面还是蛮粘的吧 好 倒扣 这个呢 就是比较恶心了 这个是之前做蛋糕的刮板 上面全是粘的 看到没 好 然后这个 就是那个 筛子 还好 这个 这更恶心了 看到没 里面全是粘的 手都不想碰 看看能不能洗干净 然后看一下中层 中层这里 这个是打锅蛋的 这个还好 这里的话 就这个比较脏 上面很多 酱 然后可以这样放 因为可能国内的这种 勺子啊 就跟他们弄国外弄金属勺子 不太一样 所以说没那么好卡住 不过这样无所谓 这个打过蛋 挺脏 这把陶瓷刀 也是切过蛋糕的 这样放着 好 现在呢 我们设计一下程序 打开 因为各种东西都有 所以说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主要里面还是做蛋糕那些东西 所以说 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选项 那么这个到时候以后给大家解释 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主要选择的是 因为都是蛋糕之类的 我们就选 cheese 然后呢 这是快速 这个呢 如果点激活的话 它会强化清洗最下面那一层 就是最下面那层第三层的碗篮 那么今天是因为我把最脏的都放到第三层 所以我会把它给激活 看 它这边时间就变多了 这个已经默认激活了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它会自动根据里面情况来分配洗碗剂的 好 激活了 那么 Extra Clean 我也把它激活 好吧 这应该能做到比较好的清洗效果 下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做完中餐之后它是什么样的 那么它就有预估时间 2小时50分钟 那么我们今天就 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它预估的能量消耗和预估的水量 那么其实用洗碗机它会更加的省水 因为洗碗机它水是在里面循环的 所以说肯定比你手洗更加省水 好 全部设置好之后 把它门关掉 它就自动开始了 那么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那么明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会打开之后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清洗效果 其实我自己也挺期待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清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